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灵异事件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餐桌上的幽灵艳客 二浴缸中的幽影泡泡 三必处理的秘密派对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餐桌上的幽灵艳客 各位尊敬的听众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既神秘又有趣的话题 餐桌上的幽灵艳客 这个话题听起来像是万圣节的特别节目 但其实它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内涵 首先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古代 在很多古老的文化中 人们相信死者的灵魂仍然在某种形式上与世界相连 因此为了纪念逝去的亲人 或是为了安抚那些可能不太高兴的幽灵 人们会在特定的日子里为他们设宴 这种宴会我们可以称之为幽灵艳客 在中国 这样的传统体现在清明节和中元节 家家户户会准备丰盛的食物供奉祖先 有时候还会空出一席 仿佛逝去的亲人真的会回来共进晚餐 而在西方万圣节前夕 Halloween的起源之一 就是古开尔特人的萨温节 Sampin 人们相信在这一天 死者的灵魂会回到人间 所以他们会留下食物来欢迎这些无形的宾客 现在 让我们加入一点幽默 想象一下 你正在举办一场幽灵艳客 首先 你不用担心食物是否足够 因为幽灵们通常不怎么吃东西 其次 你也不用担心 他们是否会喜欢你的烹饪 毕竟他们已经超越了对凡间美食的渴望 但是 你可能需要担心的是 如果你的幽灵宾客真的出现了 你的晚宴可能会变成一个鬼故事分享会 而你的家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热门的鬼屋景点 幽默归幽默 这些传统实际上反映了人类对于死亡 和失去亲人的态度 通过这样的仪式 人们表达了对逝者的怀念和对生命连续性的信念 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 这样的传统都是对生命 死亡和社区关系的深刻反思 所以 下次当你听说餐桌上的幽灵艳客时 不妨想一想 这背后 不仅仅是对超自然的好奇 更是对人类共同经历的一种温暖的回应 不过 如果你真的遇到了幽灵宾客 记得 保持礼貌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他们可能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浴缸中的幽影泡泡 各位亲爱的听众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既神秘又泡沫缤纷的话题 浴缸中的幽影泡泡 这个话题听起来像是某种古老咒语的开头 但别担心 我们今天不会召唤出任何不速之客 只会召唤出知识和欢笑 首先 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幽影这个词 在古代 人们对于幽暗的角落总是充满了想象 认为那里可能藏住鬼魂或是其他超自然的存在 而在现代 幽影更多的时候 是指那些在昏暗环境中隐约可见的物体或形象 当这些幽影出现在浴缸中 通常是因为灯光 水气和泡沫的奇妙结合 创造出了一种幻觉 接着说到泡泡 这可是浴缸中的快乐元素 泡泡不仅能构结近身体 还能带来无穷的乐趣 想象一下 当你沉浸在泡泡浴中 四周是绵绵的泡沫 这时候你的心情可能比泡泡还要轻飘 现在 让我们把幽影和泡泡结合起来 想象一下 你在一个安静的夜晚 准备享受一个温暖的泡泡浴 你慢慢地躺进浴缸 泡沫缓缓地覆盖过你的身体 突然间 你注意到 在泡沫的缝隙中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移动 一个幽影般的形状在泡沫中若隐若现 你的心跳加速 但很快你就意识到 那不过是浴室里的一束光线 在水汽和泡沫的折射下产生的幻影 这种现象其实是一种视觉错觉 类似于古代人们 在洞穴壁画中看到的神秘图案 或者是中式机器士 在迷雾中物以为看到了幽灵 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 我们知道这些幽影 不过是光合影的游戏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享受 这种神秘的美感 所以 下次当你在浴缸中看到那些 幽影泡泡时 不妨放松心情 让自己的想象力 随着泡泡一起漂浮 谁知道呢 也许你会在这个过程中 发现一些灵感 或者至少能够享受一个 宁静的夜晚 没有真正的幽灵 来打扰你的浴缸时光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壁橱里的秘密派对 壁橱里的秘密派对 这个词汇听起来 就像是一个 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奇幻冒险 或者是一部青少年电影里的 神秘情节 但让我们从一个 织古见经的角度来探讨 这个有趣的概念 首先 壁橱或衣柜 在历史上 一直是储藏衣物和其他物品的地方 但是 如果我们将这个概念 扩展到文化和文学领域 壁橱就变成了一个 充满神秘和可能性的空间 想想看 C.S. Lewis的《纳尼亚传奇》中 壁橱是通往一个 完全不同世界的门户 在这里 壁橱里的秘密 派对可能指的是一个隐藏的 只有特定人才知道的乐趣空间 现在 让我们加入一点幽默 想象一下 一群中世纪的骑士 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壁橱 他们好奇地打开它 却发现里面正进行住一场 由老鼠举办的盛大舞会 这些穿住微型版的宫廷服装的 老鼠们正优雅地跳住 享受住由虫子制成的美食 这不仅是一个秘密派对 而且是一个跨越物种界限的社交盛事 或者 想象在维多利亚时代 一位贵妇人 偷偷地在她的壁橱里 举办秘密文学沙龙 邀请了当时的文学巨匠和思想家 在这个壁橱里 他们可以自由地讨论当时 被认为是禁忌的思想 而不用担心社会的眼光和审查 当然 这些故事都是虚构的 但他们提醒我们 壁橱和其他隐蔽的空间 在我们的想象中 往往扮演住超越实际功能的角色 他们成为了秘密的藏身之处 是创意和自由表达的避风港 所以 下次当你打开自己的壁橱时 不妨想一想 如果这个平凡的储物 空间能说话 它会告诉我们 什么样的秘密故事呢 也许 就在那些挂住的外套和堆叠的鞋盒之间 有一个微型的舞台 正等着举办下一场 只属于你的秘密派对 各位听众 餐桌上的幽灵艳客 浴缸中的幽影泡泡 以及壁橱里的秘密派对 这些看似神秘又有趣的场景 实际上 都是人类对于超自然和想象力的追求 无论是追忆是去的亲人 还是在泡沫中寻找幽影 又或是在壁橱里 创造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秘密空间 这些都是人类对于生命 死亡和自由的思考和回应 这些故事 或许只是幽默和想象的场物 但它们展示了 我们对于未知和超越现实的渴望 通过这些故事 我们可以思考生命的意义 死亡的存在 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 同时 这些故事 也是我们对于生活的一种享受和调剂 让我们在忙碌而繁杂的现实中 找到一些乐趣和慰藉 所以 不管你相信这些故事中的真实与否 让我们一起拥抱想象力和幽默 让我们在生活中找到一些奇妙和趣味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与我分享你 对于这些话题的看法和故事 让我们一起探索更多的奇幻和欢笑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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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